這會不得了 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控訴子萱 來 請 就座 我猜應該都跟感情分散了 對 沒錯 來 檸檬金 看到黑影就開炮 他就是敗金才會被渣男給騙了啊 你看你這一選的 這一選的感情 你就要自己走啊 還在那個媒體上面哭哭啼啼的 你聽到別人有兩間工廠 你就頭還送爆 而且 家暴配敗金女 剛剛好而已啦 拜託 而且你看她眼睛 好假 全身都滿假 塑膠會好中喔 中女人應該不會有人要了吧 如果我是他媽媽 真的覺得很丟臉耶 而且他就會想紅啊 才會讓全世界人都知道 他離婚了 想要藉由媒體的力量 然後去找到下一個男人 看哪個男人就精蟲衝腦 然後又有錢 好壞喔 就會來找到他這樣子 天啊 天啊 好兇喔 對啊 好沒有口德喔 真的有人留言這樣子的東西 我其實都沒有在看耶 因為通常我看到的都會被我告 你先不要告我 我先直接入口 他就是講別人 他有任務 別人不是你啦 他當檸檬金 他當檸檬金已經夠委屈了 所以你有開直播哭過就對了 那個新聞是因為 七層網紅在邁移這件事情 報了之後接下來了 我當時解約的製作人 他就收到就是新聞媒體 一直找他 不同家 然後跟他說 當時我叫凱咪嘛 然後當時有人來報 就是凱咪的料 說他什麼 結過婚離婚 然後單親又有小孩這樣子 我就跟當時經驗的討論說 要回應嗎 還是不要回應 他說 他說依照他做媒體 多年的經驗就是 你不回應 他就是亂寫 所以好吧 那我就出來給他就是訪問 對 那OK 那我就訪問 那他就問說 當時大家發現 所以你結過婚喔 那你離婚喔 對 我當時散婚 然後散離 因為我知道他 全部都是騙我的 那你說看他有兩間工廠 我才廢話 你結婚 你會選一個 又窮又老又愁 然後又沒有錢 賺得比你少的嗎 當然 會嗎 有兩間工廠跟賣香腸 當然嫌 兩間工廠 你當他要選 有兩間工廠了嘛 然後重點是 我是幫我兒子挑 這種條件的爸爸 那他現在對不起 也不是只有對不起我 他也對不起我兒子 對 因為我幫他選擇的是 他講出來這樣子的人 但事實上他不是 現在留言的人 在看我們節目 就在這一台 你跟著他講幾句話來 對 來 要不要吐 你留這個言呢 我就祝福你 你的女兒是選到賣香腸的 什麼 我的 明天賣香腸的 你趕快趕快 自己跳下來 來 同獎 同獎是不是 選老公就要選 比自己有能力 比自己會賺錢 還會照顧自己的人 要不然 對嘛 幹嘛結婚 對啊 我自己一個人又會賺錢 我又有方式 我什麼都有 我為什麼要選你 謝謝 我幫你 這個很狠耶 這個名字我看到 我才不敢念 結婚就是想 寄身上流 檸檬金 看到黑影就開炮 假的好嗎 還敢上節目罵公朋友 真的很不知足 你一點倫理的道德都沒有 而且你長這麼黑 所以你是黑寡婦嗎 而且這樣有錢又怎麼樣 你又怎樣 其實都沒有好土喔 土 而且你還不敢公開老公的臉 是不是假結婚 好壞喔 很面財 老公趕快脫離脫海 取了你這次找了八輩子的眉 我先解釋一下 黑這件事 黑這件事喔 我跟你說 我從小就是黑肉地 因為你知道我們花蓮人 花蓮的太陽有多大 從小就是在田地裡 這樣子長大了 所以我對我的黑很驕傲 從小踩在泥土上 對 怪不得會土 土會很重要 我覺得 你懂嗎 現在這個黑不就正流行嗎 我還算了跟黑怎樣 好 那寄身上流這個事怎麼解釋 我要講啊 第一條 嫁豪們還敢上節目罵公婆 你們去問問你們製作單位 你們去問問家姿 他呢 打電話給我 你們的通告 你們要提一下 你們的通告 你去問問阿丁 阿丁是隔壁的啦 你問問你們的通告 他只要問我婆媳 講婆媳的我一律回絕 就是我不講婆媳 所以你說上節目罵公婆 網友們 你們真的有仔細看節目嗎 還是把別人套在我頭上 你們有講過 他們把你認成楊皓仁 然後再來呢 不敢公開老公的臉 我必須要講 因為其實我嫁得是還不錯 但是我老公曾經跟我說過 不要拍到他 也不要拍 盡量不要拍到小孩 夫家已經給他很大的空間了 我也不阻礙你 可是我們不想曝光 我們不想被干擾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要配合的 網友就說 其實芳瑜根本就沒有老公 你就是被包養的 你才可以住那麼好的飯店 出國玩 你才可以這麼優惑的生活 竟然還說到我小孩是私生子 因為你就是被包養的 請問一下 問我嗎 你這樣逼一逼 真的 為什麼 我們一定要把我們的家庭 沒有 我幫你回答 我們當藝人 我們幹嘛一定要把我們的私生活 我老公是誰 我男友是誰 我小孩是誰 我為什麼一定要 攤在陽光下 我小孩子 為什麼 對 酸民 回話 來 那個酸民 那個阿哥 阿哥在那邊 跟阿哥講 又是誰 各位酸民 我跟你講 你們不要入戲太深 我們是藝人 但是我們是在鏡頭前面 表演給你們看 但是我們的私生活 請你給我們一點點空間好嗎 我不是被包養 我真的有老公 你要不要情商 你老公一次就一次就好 就曝光給大家看嘛 就 證明這樣子 對啊 就 他就是不想啊 偷拍他嘛 對 不是 那個女老爺的人 是不是 你是不是 你就是那個阿哥 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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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來 你不要嫁你到阿哥 那我就是阿哥 阿哥 好 第二怕 第二怕 五官不端正 你也敢接業費 想說是不是不夠預算 才找你接的 而且台灣是沒人了嗎 看到芳妤接業配 我就想要滑走 不想要買 而且我看到電視台 是芳妤在接業配 我本來想買東西 我都不想買 而且大家不會覺得 她的臉很僵嗎 感覺她現在七月被鬼嚇到 也不會有什麼表情那種 對 我真的要講 因為其實我的業配量 還滿大的 各位觀眾 如果今天就如你所說的 為什麼廠商是演瞎了嗎 就我所知芳妤 每次業配都熱賣 因為也常來我另外那個節目業配 廠商不斷找她 因為他們告訴我說 每次你如果說一說的 我都說大賣熱賣 是不是 方向講話很誠意 對 很誠懇 對 我臉很僵 我到底是哪裡僵 我現在講話我臉是 都會動 我到底哪裡 來 行嗎 是 很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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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根本覺得 你們就是一定要摔你們 你們一定是要我這個產品賣不好 你們才爽是不是 你們看到底下這麼多 有可能是競爭品牌 競爭品牌 對啦 同行相繼 對 然後跟這些人再講一下 好 我想說 我不想要跟孫明講了 我要跟廠商講 找芳妤是票房的保證 三號合風到 好 沒錯 沒錯了 謝謝 真的 真的 來 阿公 你比較正確的 來 時間緊迫 來 達爾快 解放 來 劈一拋了 來吧 達爾呢 影片內容被抨擊 你是在山洞學生不要去補習嗎 因為他之前就是自己不愛念書 然後去補習班 拍了一個影片 然後就被大家勾 然後內容沒智商 又沒營養 應該要連鎖把你的影片給下架吧 而且他長得像酸菜魚 又滿又多魚 而且你吃關係的途流吧 又山又菜又多魚 都沒有人要看啊 請你不要屠著這些孩子 給他那個美好的未來跟同你吧 我就聽過 哇塞 那個爸媽浪費生命那個好難過 就是你罵我 我真的要難過的是說 你長得像酸菜魚 又酸又菜又多魚 太有 這個我覺得很有創意 其實這種有創意的 我覺得就沒關係 為什麼他們都說你內容沒智商 這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有沒智商的人看東西也沒智商吧 對 對 你告訴自己 對 我覺得羞辱人算了 你羞辱我爸媽不對吧 對 對啊 打家人這個太難過了 來 跟酸民回憶一下 我會覺得啊 如果你真的不喜歡我這個人 或者是不喜歡我頻道的內容 你就滑掉 不喜歡這個節目你就關掉它 你訂閱別的我沒有關係 可是不要把攻擊性的言論 當作是你好像覺得言論自由 可以做的事 進行一個合理的傷害 這個不對啊 謝謝檸檬心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要請你按下小鈴鐺 請等下小鈴鐺 請對 另外 請問小鈴鐺 請按下小鈴鐺 打家文 請堂